九岁男子不服管束 竟然张口咬伤了袁景的手指头 台北市万华区有一名男子跟朋友 在酒吧喝酒庆生 喝醉酒之后情绪失控 在街上大吵大闹 袁景全来劝导 男子多次不服 还跑到了马路中间影响交通 甚至还张口咬伤了袁景的手指头 男子明显喝醉 走路摇摇晃晃与无伦次 甚至还想要走到马路中间 一旁有人和袁景怕他被车撞 立刻上前把人拉回来 他却整个人躺在路边 袁景要把男子带回警局管束 但是对方却不配合过程动手动脚 甚至还咬伤袁景手指 袁景只好用辣椒水伺候 袁景要把男子带回警局管束 你搭警察了 不在公路了 一个男的喝醉酒在那边闹 数五个警察在那边 所以有打尼警 所以他们才 后来把他压在地上或什么 事发在这个月16号 台北市万华区康定路上 游戏男子和朋友在酒吧 庆生完后跑到街上大吵大闹 民众向警方通报 袁景赶到现场制止 游戏男子却不愿配合 还情绪失控冲向马路中间 袁景为了避免男子被车撞 将他强制带回管束 过程中袁景被殴打脸部 甚至被咬手指 夸张行迹 一共造成三名原警 手部擦措伤 被依妨碍公务送办 游戏男子在排出所内 酒醒后 什么都不记得 但酒醉当下的脱续行为 仍得付出不小的法律代价 介绍我们的杨文好台北常务报道